《北平王》罗毅,声唐问案,专门审问,配军降马案件。 按理说,他这个份贵为北平王,能管这些事吗?哎,他有个毛病,咱们说得清楚,这老头极其固执,兵行宫立户里都有知识去办理。 唯独审问配军跟降马的案子,他必须亲自审问,交给旁人他不放心,就有这个怪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么恨的配军和降马。 上堂之后,首先,他把山西陆州天堂县发来的公事看了。 金家同桓上堂之后,张公尹白显道,杜温忠,少保罗成,所有的棋牌官静静地听着。 哎呀,他们心里都有鬼呀,心说金家同桓哪,你们不吹了吗,能编瞎话,看这瞎话你们编得圆道不圆道。 王爷是认了真了,一句话打得有疲漏,就搞不下,大堂上是鸦雀无声。 北平王从公案后都转过来,一直敢问秦琼,秦琼在那横躺着,不相信,要亲自看看。 杜温忠一看,深恐看他特战,急忙过来拦住了。 王爷,王爷留步,不能靠近罪犯,他得的是黄病啊,传染病啊。 您来助你呼体啊,这过去不得,那味儿都呛人。 说个味儿像人,那些棋牌官全把鼻子堵上了,那意思叫味儿,吓唬王爷别过去,也把北平王也弄得一鬼一神的,北平王很自然的把鼻子也堵上了。 到剑前他一看,秦琼在那儿躺着,仰面朝天,发际蓬松,胡须跟乱草一样,穿着破旧的衣服,这身上都是什么这么撒。 一看这张脸,虚温不荡的,脸上是什么东西,哗里胡哨的,因为北平王非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他不甘心。 老王爷堵着鼻子,用小手指的手指甲,在秦琼这脸上滑了一下。 抗是什么,这一划不要紧,手指甲里都全塞满了,王爷抠出来,在手上勉勒一勉,仔细一看,香灰,看出来了,北平王一看是不难打磨。 哦,化妆,望脸上抹香灰,干嘛,骗我,转身行回归宫位,巴巴捉了一杯,大胆。 金家同款,我却问你,即使他是罪犯,即使他患了黄病也罢,外感伤寒也罢,银河在他脸上抹上了香灰,欺骗本帮,这是何意,讲。 张公警一听话,我听话,其实坏了,王爷今天叫上劲了,非得查清楚不可,连香灰的事他都过问,我说别磨吧,他非要磨不可,这不糟糕了,看你怎么大罪。 这金家真会说瞎了,王爷发完了脾气,金家往上叩头,回王爷,你要不问,欢则罢了,您的这一问了,小人这一度的苦水才能吐出来,他老有零碎。 他是这么回事啊,昨天我们好不容易啊,到了北平府了,还没等进城呢,下个雨了。 哎呀,大雨一个劲得下,你看这怎么办呢? 旁边有个土地庙,我们就抬着罪犯进了土地庙了,到那被雨,天都黑下来了,我们一想等雨晴了,城门也关了,也进不了北平府,干脆就在庙里过夜吧,就把这个罪犯呢,放在这个供桌的下边了。 我们哥儿俩坐在供桌上,鸡背靠着鸡背打一顿睡,王爷请想,我们真是苦差事,府内无尸,身上穿着尸衣服,简直把我们冷得锁作一团啊。 可我这个人呢,还有毛病,睡觉也不安稳,打梦拳说梦话,站起了翻身,咬牙放屁八个嘴,我这毛病多了我呀,睡睡觉我做了个噩梦,我这一撒花,坏了。 一发一下把我身旁的香炉给剥了倒了,大石头香炉,啪一下,哭了到供桌下嘴,王爷,把小人都吓死了,这香炉能有二十多斤,这要砸到罪犯的脑袋上的,非把他脑袋砸碎了不可。 我们如何交差啊,可想,这香炉落得罪犯头前边的,没砸到脑袋上的。 香炉虽然没砸着,香炉里那香灰,崩了他一脸,本来我们想啊,找地方给他洗洗脸,天已经亮了,城门都开了。 我们唯恐当务公事,就这么的匆匆忙忙,把他抬进王鼠,固死这脸上才有香灰。 哎,你看,编的这儿,哎呀,少保罗城众人已经罢了,罢了啊,这边的嘴真能白活,死人都能说活了,编的真圆都。 哦,嗯,好,你们说的是真的,啊,真的,你们就一直抬着他来的,要把我们都压死了。 好,既然你们抬着他,把手都伸出来,我看看,要看手。 你们抬着他,这手都不得有剪了,老剪了,那晚上混不了人了。 另外把衣服帮了,光高胳膊抬不行,都有盼带。 那盼带在脖子上长期的一样,那肩膀,那肉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我要检查见他,王爷真认证着,两个人万般无奈,衣服脱了,把手都张开,北平王仔细看他。 没说话,看看他们这尖头脖子,也没说话。 那个说什么原因? 果然,跟他们说的话对上号。 闹了半天,那金甲通缓呢,也没闲着。 金甲通缓本来是个罪犯,刑家,剥索,手肘,脚料,多少件刑具,按说这个犯人呢,一路之上都得带着。 你没看到灵冲发配吗? 没看到武松发配吗? 都带着那刑家。 那玩意都一二十斤呢。 这些东西凑得一块儿,本有六十斤也差不多,都是他俩换班背着,琴琼散呀,什么事没有,就像游山玩水一样。 他们俩背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身上果然颜色跟正常人的不一样。 手上拿那些东西也沉,它也不一样。 所以北平王没有看出特战。 这金甲通缓真会说瞎话,说得活灵活现,天衣无缝。 北平王怎么问,他们怎么答,听不出特战来。 反而罗毅心里都清楚,这里的肯定有弊弊。 今天我也豁出去了,不查听了,不问明白,我绝不退他。 想着这有主意了,往下看了看,白贤道,白贤道一听叫我,赶紧出班适离。 赶紧出班适离。 赶紧出班适离。 白贤道,你敢问城里,到西关,广德堂。 把赵神仙,把赵神仙给我叫在这儿,马上叫他来。 诶,是。 赵神仙是干嘛的,神医啊。 北平府有名的代表,把他找来,验证验证,是不是有病。 白贤道,赶紧起了身,离开王府,一六一二,到广德堂。 他心里明白,王爷不相信,非要查清楚不可,这怎么办? 把赵神仙给找这儿,赵神仙这儿都熟人了。 哎哟,骑牌官大人,有事儿吗?来来来,王爷叫你上堂,叫我啊,什么事儿,你跟着走吧。 在路上,白贤道看看没人,就把话逼给他。 我,先生,啊,你有话说? 到那儿行个方便,啊,有个罪犯,是我们的朋友,嗯,装病。 我告诉你啊,我可就告诉你了,你要走路出半字,我可不答应,我哪能,咱们都自己人。 希望你帮个忙,你就说,外感伤寒,研发的黄病,确实病非常严重。 你就这么说,听见没? 哎哎。 大夫敢得罪这些气派官吗? 低头不见,抬头见哪。 你要不按着他的意思说,光方还在这儿混饭吃吗? 简短揭说,上了大堂。 就照神经,你看,我这把,这干嘛,跟森罗列一样。 军人在两旁站立,列派行去各大刀箱,往上一看,王爷一身功夫,在正中央端坐呀,气色不正。 那门板上还躺着一个罪犯,哦,这就是装兵的那位。 他坐得心里有数,紧走几步,来到桌案前边,小人口拜王爷,免了。 赵先生,哎哟,你到下面看一看,这个罪犯,患的是什么病? 你要如实将来,是吧? 我可告诉你,你要当敢欺骗本王,要叫我查出来是绝不宽的。 听见了,哎,吓死小民也不敢。 哎呀,这神仙也吓坏了,你是左右为难哪。 往下边走的时候,头眼光看,张公敬白显到,杜文忠都当着他。 嗯,嗯,那一次你小心点,哎呀,听说这晚饭真难混啊,倒霉,都把我找来了。 好耐,翻眼皮,笑个牙关,看看舌苔,这么检查,那么检查。 大唐城静悄悄的,罗王就在这儿等着。 你看他挺认真,检查了多时。 赵先生回来了,往这一跪,骑兵王爷,讲。 回王爷,小人如实讲,这人病得不轻啊,外感伤寒,研发的黄病还传染呢,对吧呀? 如果在堂上时间长了,离得近的人,都容易患起这种病来,这就是如实的情况。 白显道众人品,现在够意思,够朋友,明白事儿,哼,要把这个事儿你给捅漏了,你这小药处,叫黄,恐怕你啊,就在这儿吃不了这碗饭。 这还行,北显王爷一听,哦,果然是这样,一点都不差。 站在一旁,先别回去。 北显王爷一说嘛,哎呀,我失算了,是不是白显道张公锦,他们这些人跟这个罪犯都有关系? 他能不能把这话抵给这个赵先生? 是把那儿交给他们? 要怎么说的,一字不差呢? 应当叫可靠的人去就好了,他还不相信。 回头一看,贴身的保镖,大总管罗春在这儿站着。 罗春本不姓罗,奴随主姓。 跟随北平王多年了,那是最听北平王的,现在罗义是一神一鬼,谁都不相信,对罗春一百个相信。 罗春,在! 你到北关顺德堂,把王神仙给我叫来。 是! 罗义心说,这是没跑了。 罗春能骗我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要再骗我,那我就没法活了。 这是最可靠的人,不看看,验证验证。 两个大夫给他看病,要说的一样,还得罢了,说的不一样,连这个赵神仙我也不饶。 就这么罗春拒接人情。 时间不大,这离这北关比较近。 就见一前一后,王神仙上了堂,王神仙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夹了个药箱子,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啊,想的放下,拷拜王爷。 王先生啊,你到下面看看,这个罪犯患的是什么病? 要如实并来 听了 是 王神仙一看这个气氛 不对劲 他就明白了 这是有事这是 他往旁边一看 这不我师兄也在这站 师兄是广州堂的 座堂先生 王神仙就明白了 其实我师兄 比我手高 他看完病干嘛找我呀 看来王也是不相信 看看我们俩看的 病一样不一样 这里面肯定有套头 他虽然不知道什么事 就知道有大事 心里都想着 往这衣柜 给耗麦 在耗麦的时候 他心里就胡思乱想 翻翻眼皮 再看个手 再检查检查这 检查检查那 检查完了 转身经回来 小人参拜王爷 王先生 如实讲来 这罪犯患的是什么病 回王爷 我仔细地给他诊过脉 也仔细检查过 这个人患的是 外感伤寒 引发的荒病 而且病体沉重 十分的危险 还有传染性 太严重了 哦 罗姨一听 哎呀 真没毛病 我脏心 我猜错了 这不可能啊 一开始的时候 堂上的人全傻了眼的 连少保 罗承 心里都更清楚 罗承 看完了 我爹 揪上这事 没完了 那肯定 两个人 怎么卖的 说的两叉起 本来他没病 哎呦 我爹要 发了脾气 这个事可怎么办 他真替杜文忠 和这些棋牌担心 哎 没想到说的是一样一样 那位说说的你编的吧 你想叫他怎么说 他就怎么说 不然 不然哪 这个事情有道理 就说这个王神仙 那不是一般的人 他一边耗着脉 耗脉 他一检查 这人啊 一点力也没有 身体十分健壮 就是个大好人 他为什么装病 这里都有事 尽管他不了解内情 他知道事关重大 同行的人得向着同行 那是自己的师兄啊 我要跟我师兄 说到两叉里去 我们俩人饭碗都得砸了 所以他一边检查的时候 掏眼看他师兄 两个人同堂学艺 都有暗语 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肩膀一抖 或者晃晃脑袋 那都是说话 这种事 北平王怎么能指的 人家都打了 人家都打了暗语了 人家都打了暗语了 你别看赵神 一在旁边站着 一条眼告诉他 外感伤寒 一摔脑袋 黄病 罗医学艺说行啊 这件事情究竟咱呀 查明 RGB